來了 電影《萬命關頭》裡 同款跑車緩緩開進球場 搭配熟悉的旋律 全場歡聲雷動 韓哥真的來了 順其名標準的聲音 一起歡迎到我們的 國際巨集聲音 一下車熱情的跟現場球迷打招呼 好萊塢韓義美籍男星江城浩 首度替中華職棒開球 擔任嘉賓全場緊盯 3 2 1 3 2 在投手球球不落地 投到本壘 在開球嘉賓中實屬難得 很緊張 我怕球會進去桌子 或打敗彈彈彈 去看我的朋友 很多朋友在這裡 吃得很棒的食物 體驗台灣棒球場氛圍 江城浩表示 很榮幸可以來開球 是自己一生一次的機會 更坦言很喜歡台灣的一切 預計會再待五個月 在外面關頭裡面 特別喜歡他這個角色 就很開心就是他可以來這樣子 因為我在內湖的時候 有曾經想要看能不能跟他巧遇這樣 很值得啊 很值得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今天韓哥來啊 昨天看到他出來開球 很驚喜 很驚訝這樣子 想見韓哥除了進場看球 也有粉絲幸運巧遇 那個韓哥現在是不是來台灣啊 對耶 那是不是可能是 是惡魔嗎 是惡魔韓哥嗎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是耶 是惡魔耶 墨綠色經典跑車 在台北奔馳 民眾更一路想知道駕駛身份 韓哥 畫面曝光讓網友直呼好羨慕 還有人捕捉到野生韓哥逛夜市 國際巨星林偽裝 簽名合照來者不拒 親民表現再次全粉 三次新聞高官宣傳媒 圓森區小組 台北